作词 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耶稣 世界的盆望 唯一的壮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稣道路正义和生命 陪得只剩妆容到永远 望过望明 起来清白 在世界的光处 告出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地上 青睐清白 仍荣耀都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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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 是不能仰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及你们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15章 不是 4章15至16字 让我们再一起唱这首诗歌 一起成为世界之光 耶稣世界的彷徨 唯一的盛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稣道路正义和生命 陪得今生专容 早勇敢 象征得今生与你 他多亡命 起来心白 大多亡命 起来心白 在神节的光中 要去耶稣基督的命 天上自己也想 起来心白 愿荣耀多归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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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光 光脱光影 醒来醒来 在圣洁的光中 告示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 起来清白 愿荣耀多归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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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光 现在等我们一起祈祷 真爱的天父 下个礼拜就会在我们民生书院的 九十周年开放日同校庆 求主保守我们的老师和同学 并保守我们今天的课堂 奉主名求 阿门 请坐 现在我们有请朝人生命堂的袍教师 为我们分享信息 好 各位同学 早晨 睡醒了没有 大家 睡醒了没有 好了 你们现在要醒醒 唱完歌这么兴奋 应该会醒醒了些 很久没有见到大家 有部份都会常常见到的 如果你觉得我瘦了 你应该很久没有见过我了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其实已经是一年前了 在去年二月的时候 有没有人记得 或者我先问大家 有没有人记得去年 我们学校的主题是什么 有个love 字 有个 your 字 有个 your 字 第三个字 给你吧 love yourself 不是 那是我说的主题 学校的主题呢 neighbor 论舍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上一年也是讲爱 就是love yourself 怎样love yourself 你说你要爱你身边的人 但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懂 那你怎么去爱他呢 你做一些不好的事 跟他一起做 很爱你 不如我们一起出猫吧 那你怎么love your neighbor 所以我跟大家说了 你要先爱你自己 大家有没有做到 没有 有 有些做到的 我想 所以今年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和今年主题有关的东西 今年主题有没有人记得 今年而已 是的 Live and Light 有人说到 说光和生命 这里 Live and Light 有两个L 那我今天要分享 就多加一个L 加一个L 是在 Live and Light 中间 那 不是love 是的 难道又再说一次吗 今次我会说 Live Like Light Like 你们也很熟 Facebook 或者很多地方 你都会用的 所以今年我会分享三个L 就是Live like Light 我所说的今天这个like 就不是你平时用的like 你们平时用的like 其实真的挺适合的 就是 喂 看到一个post 不错 那怎么办 就按个like 是吧 又或者 你看到某些人 post 然后你说 表态 支持 那就like 这个其实 只是一个很表面的like 只是一个表态 或者 没有什么 你有手指 你也能做到这个 我所说的like 有两个层次 这两个层次 好像很高深 其实很简单 大家放心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 我很like 某一些东西 一个喜好 一个喜好 可以是一些事物 当然 我们有时候会很like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的家人 第二个层次 我们由喜好再去昇华 好像很厉害 对啊 真的很厉害 你们做到你们都会很厉害 就是 相似 like looks like 那个like 即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生命 和光是相似的话 哇 很厉害 所以今天 我会讲两个like 马太福音 刚才大家都听到 和我读出 我读一次给大家听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十六节 这三节的经文 这三节的经文 头两节就是讲第一个like 最后一节我就讲第二个like 第一个like是 你要like 喜好光 喜好这个光 我会用一个字 就是你热爱 很passion的 你要喜欢这个光 是什么意思呢 头两节 刚才读 你们在世上是光 成造在山上是不能被隐藏的 光有一个特质 你们平时不会这样思考 你们不会这样思考 因为 讲完之后 你会说 我也知道 但又是真的 它的特质 第一 光是不能被隐藏的 你不可以说 这里很光 又很暗 你们不会这样说 因为有光 基本上就没有黑暗 直接到第二个特质 它不能被隐藏 另外就是 它们将黑暗赶走 有光就没有黑暗 有打开机也知道 光和暗是一个相对 经常说 好人就是光 好人就是暗 不可以混在一起 自古以来 其实我们很需要光 我以前小时候 经常都试的 可能小时候的科技没那么发达 就是在家里 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试过 突然停电 有没有人试过 有吗 有 家里突然停电 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 如果你在沙发里 停电 没问题 如果你是洗洗头停电 你会觉得很麻烦 如果你是在厕所停电 又很麻烦 第一件事 一停电 因为太麻烦 你会做什么呢 你立刻去找电筒 找不到电筒 你也会做一件事 我小时候 其实也有电筒 不过我家里 不会有几十支电筒 放在那里 那就点蠟燭 起码只要有光 我通常点蠟燭 才能找到电筒 我通常都是 我们很需要光 因为在黑暗里面 我们伸手不见脚趾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大家明白了 伸手当然不见脚趾 多严重 手指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很喜欢光 本身我们已经很喜欢光 但是有些人特别喜欢黑暗 你们知不知道 那些人很喜欢黑的地方 我们通常这些 简称 他们很喜欢在黑暗的地方 做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在桌底交易 我们统称这些是坏人的 很容易 坏人就不喜欢光 一照到他 那就出事了 有些人真的不喜欢光 有些人是因为眼睛有毛病 那些人就另计 但是这个世界 实在是很多坏人 很多坏人 坏到光和暗 开始不太分得清楚 我家里有两个孖寶 两个孖寶 即是我父母 他们的年纪 开始学习WhatsApp 你们知道 父母一WhatsApp 都让我添了很多色彩 人生里面 他们在WhatsApp 他们很喜欢传一些讯息 你们有没有收过那些讯息 是很夸张的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他们不觉得 他们就会 好像是真 送给你才算 很多这些虚假的讯息 例如你煮什么 加上什么 那种 会长生不老 他们都会照样 其实在这个世界 发生了很多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不懂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光 什么是暗 正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需要光 所以我们要热爱光 就是这个 我们一定要热爱光 你不要热爱黑暗 如果你们大家都热爱黑暗 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会变成如何 你们这么年轻 你们将来一定有你的理想 你们一定有想做的职业 我希望大家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你们热爱光 不要选黑暗 一个有光的生命 才能够分辨是非黑白 一个热爱光的生命 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好 那么你们要 第一个赞 你们要做到 那么你们第二个赞 能不能做到 这是一个声话 就是你们要什么 记得吗 像 你们要像光 你们走出来 你们的生命就要跟光一样 十六节讲到 一个有光的生命 就会把光照在人的面前 我自己 我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除了身影之外 也没有什么优点 但我经常都跟自己说一件事 就是我只是希望 能够将我和我身边的人 我加价给他 就是我将正面的东西给到人 我不是将人拉低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这件事 没有其他东西 譬如我和朋友心情低落 我朋友失戀 很简单 我失戀的朋友 他要人陪 那我就去陪他 其实我未必能解决他的问题 我不可以说 我现在送女朋友给你 那是不行的 难道把我自己送给他 很奇怪 那是不可能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 我和他一起走 陪他哭 陪他吃东西 陪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出现了 那 这个其实是一种光的生命 其实你不一定要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 但是你 起码能够在别人身上 大概一个多月前 有一次午餐时间 3点 不是3点 1点 1点半 1点7 我吃完东西 在九龙城要回教会 旁边两条街 很近 我一出来 看到下大雨 超级大雨 那我就心想 以我的速度 不怕吐雨 那我就很快地回到教会 就可以了 那结果我就尝试用我的速度 胜过那些雨 那怎么知道 那些雨越落越大 那大到呢 就是在地上有声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就是你 噩高头呢 臉都会痛那种 很大雨 那我就说 唉 我的速度也是胜不过那些雨 那结果我就在街口的某间老人院 那个门口那里 停在避雨 但是我其实要趕着回教会做些事情 下午 但是一直都越落越大 反而 结果 我就在那儿等 我说 一定会没雨 但是等不到 那你们有一个师兄 就来考DSC 就走过 接着呢 他见到我踏很大雨 那我的眼神就仿佛跟他说 遮住我 就是类似的 那结果他真的走过来 就遮住我回教会 其实短短三分钟的路程 但是他帮了我很大忙 其实这些很小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 这就是光的生命 你们做不做到呢 不用刻意做出来 一个有光的生命 你所想的东西 你所做的东西 你所说的东西 都能够照亮别人 就好像十六节那样 你会照亮人前 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集合这些 就是我们做很少的东西 那你们坐在那里 都是一个很微小的光 你们一起坐在那里 会怎样 就好像太阳那样 驱走这个世界的黑暗 你们愿不愿意 将这个like再升华 去到第二个层次呢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个很大的果园 这个果园里面 有很多棵树 这个树上很多果子 不同种类 全文这个果园里面 有一个全世界最好吃的果子 但是果园里面有个牌写着 不要乱吃果子 因为某某其中一棵是有毒的 他没有说明是哪一棵 所以叫大家不要乱吃 有一个人 他就听闻这棵最好吃的果子 在这个果园里面 他就听朋友说打探这个消息 就说你去到果园里面 看到黄色和圆形的果子 你就拿来吃了 结果就偷偷地走到果园 然后就找暈 发现全果园 只有一种果子 是圆形和黄色的 很自认 他说对了 结果他又吃了 没多久 他就暈了 要去医院 因为他没有想过 原来有人在医院 他那个朋友是骗他 第二个人呢 他自己进了果园 他走着走着很肚饿 他看到牌子就说有些东西不能吃 但他不是想着吃最好吃的果子 但他只是想着吃一种 用来顶肚饿 他看到一个好像 平时吃开的苹果 一模一样的 闻下去摸下去都是一样的 他就说 照吃吧 是苹果来的 不会是其他东西 我怎么会判断错误呢 然后他又跑去咬了 结果怎样呢 又暈了 然后他又被送去医院 他信错了自己的判断 最后一个人 他呢 很想吃这个很好吃的果子 但他想了一个最好的办法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到 原来很容易的 他去找一个园主问他 哪个果子最好吃 然后园主就告诉他 这棵最好吃 结果他就品尝到这个最好吃的果子 他享受了一个很好吃 和园主一起过的一个下午 唯有原主才知道什么是最好 什么是不好 因为是他中的嘛 那些东西 今天我也想告诉你们 我刚才说你们要热爱光 要成为光 但你肯不肯定到自己所做的东西 是光还是暗呢 尤其是今天这么混乱的世界 随时你会被人欺骗 随时你的判断也会错 你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光呢 我只想告诉大家 很简单 你找那个原主 就是唯一创造这个世界的神 没有第二个办法 要不然你只会行错 只会吃错那个神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是两个like 第一 就是你要热爱生命 第二 你要热爱光的生命 第二个 你就是活出光的生命 最后你怎样知道 什么是光 什么是暗呢 唯有你认识 创造我们的神 你才会知道 我们一起去祈祷 真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创造我们 主要我们一生人 有很多的选择要去做 我们在中学里面 我们要读好书 但我们也有很多方法 我们怎样去拿到好的成绩 怎样去考到好的大学 怎样继续升班 主要求你叫我们懂得 选择光的生命 主要求我们 真是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是非黑白 分清楚 让我们这些微小的光 集合在一起 我们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帮助我们每一个 今天我们上试 也可以从今天做起 就成为光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谢谢 好 多谢袍教师 和我们分享的信息 除了他分享的信息之外 也要多谢刚才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 他在背后帮我们一起打卡汗 好 今天你的信息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记住 光 希望你们生命里面都有光 有两个level的光 现在想请Mr.Mock 来分享关于90周年的活动 我们交时间给Mr.Mock 谢谢 来 谢谢 很多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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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all the details of Open Day, just want to bring out a few important points and show you. What do you see? A photo frame, right? Well on Open Days we will put different photo frames on campus so the visitor can take photos there. Also you can take photos there. Besides the photo frame you can see the smiling face. Actually these are the smiling faces of the principal, the vice and assistant principal. Do you know which is which? Well I tell you a secret. Ms Chen our principal yesterday had the teeth cleaned in the evening, right? So Ms Chen is there, right? So there, shiny, very shiny and white. Okay, of course Mr Lui, the tallest handsome gentleman. Okay, well we are taking photo but we are not only taking photo. We are working hand in hand to celebrate our 90th anniversary. But we are not alone because you are one month in family. Well before the new year holiday you got the poster. Am I right? Have you got the poster? Do you remember all the details of the poster? Do you remember the program? So you go home and take a look, a second look of the program. Okay? And last week we also gave you a school circular and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is big, big event. Okay? You can come back to serve as student ambassador or you have engagement, just pay us a visit. Okay? On the open day on the 5th and 6th of March. Well, the first program of open day is, what is the first program? The first program of the open day is... Yes, our opening ceremony. Well, first we have the... No, I am not taking off. The opening ceremony will take place on this bus ground. This is the backdrop. We set a big stage there and we have the opening ceremony. Okay? And yes, we like Mansang College. And besides the opening ceremony, we have another stage, which is on the cover playground of Block Edge. We have Sparkling at Mansang. Anybody would be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Any St. John cadets? Will you do the performance? The demonstration of St. John first day? Oh, no, no, no. How about the others? Well, many of you would be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Sparkling and Mansang. On the first day, the kindergarten and Mansang College would be working out all the program, would be doing performance and various programs for our visitors. On Sunday, the Mansang College and the primary school will take part in this program. Okay. Now, besides the performance, we have a number of anniversary exhibition. This shows the venue. Of course, you cannot see the details. This will be printed on the brochure. Okay? You got the brochure on opening day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details. Okay. Now, besides anniversary exhibition, well, when the visitors go to each venue, they can have the redemption form stamp. Redemption form stamp. Okay? Well, here shows the, we have a total of 50 exhibition rooms. A total of 50. Okay? They can put stamp there. This is the stamp, the gift redemption form. We have a number of gifts available. Okay. Well, I remember we asked you to check. Sorry? Is it your class? No? Okay. Okay. Oh, March of... Oh! Sorry. Thank you. It should be 29th of February. Okay? We correct it. Later. Well, anyway, I asked you to check your duty assignment two times. Okay? And we would finalize the duty assignment. If you still have any problem, we would upload. Okay. I finalize and upload the duty assignment tomorrow. Okay? Onto the school homepage. If you still have problem, you must come to me. Okay? Okay. Not the March, but the February. Okay? Come to me on Monday, right? The 29th is the Monday. Come to me on Monday so that we can make the final amendment. Well, you can see that we are not alone. A number of students will be participating, serving in different venues for different programs. Okay. Now, a very important amendment. Please note that. Well,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summary, you can see that on the reverse, on the back of the form, we first state the time for roll call on the 5th and the 6th of March is 1.45. But now we change. We change this to 1.40. Okay? Okay? Now, please be punctual. Because maybe we want you to participate in some special event, for example, alumni lecture. Okay? So you have to come back earlier. And also, the dress code. Bear in mind, wear the school uniform on the 4th, 5th and 6th of March. Okay? But on the 3rd of March, maybe some of you will help with the setup. So you may choose to wear school uniform or the house sweater and the school track shirt. If you feel cold, you can put on the jacket. And I understood. Okay?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preparation, you are free to choose either the school uniform or the house sweater and the track shirt. Is that okay? Remember, on the 3rd and the 4th of March, you have to come back according to normal school hours. The roll call will be taken in the early morning, now at 7.55. Okay. Well, as I said, we have a total of 50 exhibition venue. So the visitors will be guided to walk through the rooms. And therefore, some of the stairs and corridors will be closed with plastic chains. Okay? Now, if you come back to serve as student ambassador, the roll call will be taken in these room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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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Yes. Okay? In these rooms, D3-0 something or D4-0 something. Okay? Well, to go to these rooms, you can tick these stairs. The stairs between D204 and D205. Okay? Now, remember, as I said, some of the passages will be closed. So if you walk through, remember to restore the chain. Okay? Make sure they are kept closed. Next. Well, each of the helper will be provided with a name tag, with the class and the name printed on it. They are well designed, the name tag, color printed. And then, besides the name tag, we give you a holder. A holder, a set of holder together with the string. Okay? So that you have to put this on. On open days. And also, why are you so excited? Lee Gah He, I remember Lee Gah He, right? Hi. Oh, I forgot what I want to say. Yes, the name tag. Okay, the name tag. Okay, the name tag. Well, I give you the name tag and a set of plastic holder together with a piece of string. Now, remember, besides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on the fourth afternoon, we have VIP tours. We have invited some primary students from other primary schools. Okay? To pay us a visit. So, some of the venues will open for them, but some will not be ready for visit. Okay? So, if your venue is ready, then make sure that you put on the name tag. Okay? What should I say? Give them a warm welcome. A warm welcome. Okay? And also, because we give you the name tag, so you can keep all this after open day. Okay? Now, after, because the open day involves a total of four half-day sections. After one section, then you return the name tag to your teacher in charge. Okay? If possible. If possible. T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name tag with you, each section. Okay? Well... Very nice, but we don't provide this kind of food. Okay? This is not... Just for taking photo. Okay? I give you the picture. Okay? You keep the picture. I keep the burger. It's not a burger. Donut. Okay? Okay? Well, if you serve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section on one day. Okay? On the 5th or the 6th. Either the 5th or 6th. Okay? If you serve both sections on the same day, then we will serve meal. Okay? We will give you a ticket. We will give you a ticket. Most likely the ticket will be given to you before the open day. Okay? Now, do us a favor. To save the earth. If you don't need the meal, please return the ticket to your class teacher. Am I understood? We just want to order the exact amount of meal for our students and staff. Am I understood? If you don't want it, you just return the ticket to your class teacher. Is it okay? Yes. Is it okay? Yes. Is it okay? Okay. Let's save the earth together. Finish the lunchbox. Ah, time flies. I cannot go through all the details. So, the final remark. Have fun. Okay? Keep smiling. Yes, just like our principal, keep smiling. And give a warm welcome to every visitor. Okay? And live. Okay. So, that they can leave a good impression. Time flies, Ms. Chen. Good morning everybody. Birthday is supposed to be a very important day. When I was young, I celebrated my birthday twice a year. Every year, I celebrated twice. For my lunar birthday, I need to have dinner with my family members. For the birthday and other birthday, I will invite my friends to come to my flat to have a birthday party. And so, birthdays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important. How about anniversary for schools? Every year we have anniversary. But this year, we have the 90th anniversary. 90th. Very important. Now, if you are promoted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and then to secondary. 10 years later, you were here in kindergarten. Maybe K2 or K3. Okay? But if you are not promoted from our kindergarten, then 90th anniversary is a very unique day. Because you will not be here anymore. 10 years later. When we are, Monsen College is celebrating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Centennial. 100th. 100th anniversary. I will not be here. And you will not be here. You will become alumni of Monsen College. And so, 90th anniversary. 90th birth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We are supposed to enjoy it. Okay? You are going to host the open day. You are the host. You are the host. You are going to receive the guests. If you are coming back to work. When I say work, within quotation. W-O-R-K. Actually, you should not have a very heavy heart. Or because I come back to work. You should carry with you a smiling face. Just as what Mr. Mock said. A smiling face. Happy heart. Enjoy the program. You are going to receive the guests. If you are demonstrators. Performers. Or, anyway. You are going to receive the guests. Remember, give them a good impression of Monsen College. And you, yourself, should have a good memory of this very big day of Monsen College. Okay? Happy heart. Smiling faces. And enjoy the big day. Not just the two open days. Not just the 5th and 6th of March. Actually, we are going to thank God. On the 8th of March. We are having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Some of you will be coming back to join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To attend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Because we do not have a big hall. Only representatives of Form 1 to 3 will be invited to come back. But, anyway. No matter you are coming back to attend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Or,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anksgiving at home. Remember to thank God. Our Lord. For all the blessings in the past 9 decades. In the past 90 years. We got lots of blessings from our Lord. And we should have a thankful heart. Okay? Now,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Remember, this is a big day. Be happy. Okay? Thank you, Mr. Wong. Thank you, Ms. Chen. Thank you, Ms. Chen.